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在这个斜角 Sitta的这个路面 做半径R的那个转弯 以致路面的最大 那个近摩擦系数 实际上没有什么最大近摩擦系数 就是近摩擦系数 近摩擦系数是等于μ 近摩擦系数等于μ 好 则请问此路的安全 过弯的这个安全速度范围为何 然后它是说 这个角度呢 它是大于那个近直角 叫Aktangent Aktangent的μ 所谓近直角的意思就是说 它没有动 然后你放着 放着以后 只要这个角度超过近直角的话 它就越过那个最大近摩擦力滑下来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它是大于那个最大近直角的话 如果它没有速度而是摆在那边的话 它会滑下来 好那现在的话 我们看看 我们现在来看它那个最大速度 当你速度大到某个程度以后 它会往上滑 它往上滑的话 如果没有摩擦力它就抛出去 这个时候的话 它摩擦力呢 会往下 所以的话 现在它就有几个作用力 就是说 这个鞋面给它的增向力M 给它增向力M一个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重力 重力MG一个 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 这个 这个 近摩擦力 就是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这个方向没有移动 所以你在这里的话 它有那个近摩擦力 当它那个速度达到最大的时候的话 这个摩擦力就会是一个 最大近摩擦力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把那个 所有的力量 投影在这个 迁垂 跟水平方向 迁垂方向的 那个什么呢 它在 这个 车子 在这个方向没有移动 所以迁垂方向的合力等于 也就是 这个正向N N 然后呢 投影在迁垂方向 这个角度几度 这个我们看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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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加这个角 是90度 这个加这个90 然后这个加这个90 这两个角 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 n cos n cos n cos 那个 减掉多少呢 减掉这个 这个 fs fs cos 这个角度 就是3 sine c 那 再减多少呢 减掉 减掉这个 mz 等于0 这是前水方向 好 那水平方向的话 水平方向的话 水平方向有这个 正向于在这里分立 就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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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多少呢? 加上這個 ms cos ms cos 然後呢 這個重力 在水裡就沒有分力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ma 因為他是做嚴重運動轉彎 會等於ma 那a是等於r分之v0 那因為他 這個摩擦力達最大的話 這個就是最大的那個速度 vm的平號 好 那這個ms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mu n 這是mu n mu n 那我現在的話 mz把它給移過來 這個就變等號 變等號以後呢 就變這樣子 好 那你把它除上去 一除上去以後的話 這個n就消掉了 這裡變的話 變成是sin 加上多少? 加上mu 乘以cos mucos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個n消掉 這是cos cos 3c 減掉 mu 3c 這個等於多少呢? 一除上去的話 m消掉 就是vm 平方 要除以mz 因為一除 因為一除的話 這個z的話 變在分母裡面 好 那這個mz的話 把它給 然後這邊來 然後這邊來的話 嗯 這個質量是多少呢? 我看齁 那個 mu n mu n 天啊 這是mz 喔 這個m消掉了 這個應該是rz才對 這個r是保留 這是r rz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rz移過去 兩分開根號 所以它的那個 最大的速度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根號 根號呢 這個是 cos 整條呢 μz μ3c 阿分之呢 3c 加上 μ cosc 然後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rz 好 當你的那個速度 不夠大 你如果靜止的話 停在那邊不跑的話 它會滑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角度呢 它大於靜止的小 它會滑下來 所以你一定要有個速度以後 它才會滑下來 那麼那個最小的速度多少 當呢 它達最小速度的時候 這個摩擦力就反向 變成往這邊 當它速度最小的話 這裡的那個靜摩擦力 是最大靜摩擦力 那也就是說 這裡就變加的了 本來是往下的話 變往上 變個負號 這裡變加的 那這裡變簡的 那最後呢 這裡就變簡的 這裡變加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V小M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根號 你把那個 這裡變簡的 這裡的話變加的 這裡變簡的 這裡變加的 所以變什麼 變成是 是cos 四大 加上μ 三四大 那分子多少呢 分子這個是 三四大 剪掉μ 就是 那是 也就是說 它那個 不會滑下來 或者 飛上去 它那個速度化的V 它是 介於多少呢 介於根號 這個 cos 四大 剪掉 這個是 三四大 那分子多少呢 三四大 加上 μ cos 四大 r 啊 跟什麼 跟那個 根號 cos 四大 加μ 三四大 二分子呢 三四大 加 剪掉 剪掉 μ cos 四大 啊 乘以那個 r 就是 v 它是 介於這兩個子之間 啊 這個就是 答案 對 對 分析 所以 不是 它 做 一 分析 一 谢谢观看